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两点裁板加速的捷克教学 这个思路是配合着闪现 反正就是前期60秒必须要抓一个人 抓完人以后就守 守着守着把他守上天了以后 切传送再留一个保底打个平局的这样一个思路 来教大家上分的一个技巧 这边开局是找到了一个咒术师 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咒术师有孤仙之有鸟 搬掉一个那个啥也没用 这刀乌刃没有挥 不太敢挥 感觉上好像挥不到 因为他只要翻出那个窗口 就蛮尴尬的 然后我想这边再找找机会 再翻个板再加个速 大哥这一波他如果再敢翻那个窗口 我就可以挥乌刃了 闪现6秒 先知有鸟 不太好弄 这时候先知应该再看了 好的 这个你要预判好 这时候交个闪现过去打他一刀 然后先知你要顶掉就雪炸 直接击倒 这个闪现我估计他没有能够猜得到 因为刚好在他的一个这样一个极限距离 那么这一波抓人就是正好的一个闪现的一个抓人 然后差不多 然后就是死守 但是呢因为我们抓的是一个咒术时 相对来说比较的讨厌啊 比较讨厌 抓个先知可能会更好一点 看一下电击啊 刚才一波追击是没有怎么看电击 中场电击没有动 而没触发应该是佣兵 呃贴连手就好了 这把如果想要赢呢 基本上就是要打一个双导 没有必要 因为是佣兵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拉开一个阵型来防守了 哎 好的 这刀打了两个 继续追 继续追 大副往这边走 那么这边是咒术师 刚才我预判是一个佣兵 因为基本上呢 佣兵才会修中间的人皇啊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个佣兵 那我们正好挂过去啊 换一个防守的位置 刚才那个位置不是特别的好 比较的视野比较的尴尬 而且哎呦这边他在电机是被开掉了 那么做好一个防守之后呢 平局就能保住啊 平局就能保住了 这就是一个就是想尽办法前期快速抓人 然后来找机会打的一个节奏点 继续我们看电机 也就是刚才对于我对于一个电机的判断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因为我以为中间那台电机是佣兵会修的 结果没有啊 现在中间才开始修 也就是大副的电机还没摸上 我们这里先不着急啊 先不着急 因为这个血线是快要飞天了的 好的 这个佣兵就是 瘫了一些修机的时间 然后因为被我看见了以后呢 绕了一圈 这刀没抽动 中间的电机在修 去找 有可能是大副 半血的大副 大副已经交掉一个怀表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宝瓶真胜了 再抓佣兵就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这里是先知 误刃是好的 找机会打一刀误刃 这刀差了一点点了 刚好是给他扭过去了 没事我们这边再进入隐身 看见大副 大副在修这台机 回头看 闪现6秒 把大副的怀表先逼出来 好 然后来找先知 大副的怀表已经没有了 这里如果闪现一刀能够击中这个先知 哇塞这个闪现居然没中 没过去 吓死个人 幸好我有误刃 好中间台电机开掉 这是最后一台 也就是说这边佣兵的救人我们是管不住的 这么大的吗 这么大的吗 这硬回头 强行回头 没关系啊 这个佣兵就是他去救的 救完以后佣兵会打 然后只剩一个活的先知 这个先知上挂是二挂 整体上面节奏就守下来了 这就是目前来看我觉得最适合捷克的一个打法 相对来说呢 比较的稳当 就是前期抓人快呢 你怎么样都能保住这样一个平局 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已经不点这一个优臂恐惧了 就是觉得点个优臂恐惧 对吧 你在后面开门站来去保个平 你还不如 对不对 前期抓人快来这样保一个平 这一圈是没找到人啊 没关系 电机在这里 人在这里 把这人守过半 这刀是没打出一个阵 大夫人要先躺着 我追过去 用兵的护币交的差不多了 这大夫 哎 你想来 小伙子 啊 啊 先挂大夫 思路要清晰 这大夫自摸摸的差不多了 传送也好 这把是一个稳赢局了 抓到这个佣兵就可以了 我先知自摸还没那么快 他可能要去抓大夫 他可能要去救大夫 这时候就不要着急 好的 上挂飞一个倒地 然后挂上大夫以后呢 这传送都可以交过去啊 还要强摸电机 还要强摸电机 这 这不是在国序吗 我们交的是思路啊 这个手滑蛮正常的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手滑的时候 这个大家就假装没看见啊 最终我们还本来是四杀 那么最终少一个 也是仁慈的潘大帅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这么尴尬的结束了 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故意的 故意的 故意都 博君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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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思路呢 是我最近总结下来 觉得最好的 操作呢 是最近一期视频当中最烂的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毕竟对不对 这个 做视频比较累啊 希望大家都多谅解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